大家要去点那个静雯的视频 好 哈喽大家 我是台南欣雅静雯 然后 诶 早等一下 我这边有飞机 对那 欣雅 我今天要提案的是 walk and help us 二国解封指引会证 然后这个提案的坑主是台南欣雅 以及社创高峰会的伙伴 那就由我来大家简单介绍 那相信如果是前两次的大松有参加的话 应该有之前有听过我们的提案 那其实因应现在疫情的关系 一直是微风跟风还有解封 反复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觉得说 其实相较台湾这个亚洲国家 相较其他欧美国家 其实我们比起就是更晚 像英国可能他们有完整的lockdown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不过即将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到解封 或是微解封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参考 别的国家的case 或者是他们的经验 对那我们觉得这个解法的参考基础就是 我们可以来整理跟翻译 国外他们已经做好的 比如说像是rollmate 或是他们在英国在做 Plan A Plan B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样的政策的考量 那目前的讨论其实有几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次10月底的时候 我们大松提案之后 其实也有会去讨论一下 我们后来要再厘清的方向跟目标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目标是 我们希望跟大家解释说 如果回到一个比较没有限制的状态 那入境或者是解封以及公共场合的指引 可以怎么样撰写 那依据收集到的资料 那各个国家又是怎么样去处理 跟处理他们的放宽政策 对那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 就是比较像是资料的呈现 其他有几个议题是 就换一个是等等 对这几个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一起来聊聊 对那现在已经有资料库是 我们就是使用Google去 简单去整理几个国家 那现在呈现的是 我们认为原文的资料连结 是真的可以做成解封指引的参考 那这些东西很需要就是翻译 还有撈资料 那像我们其实有请雨昌 做初步的程式翻译 那还需要就是请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翻译文件 会不会是需要认识 以及成为就是可以参考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是医疗好伙伴 或者是其他国家语言精通的 都很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今天有列了几个小目标 我们今天已经有三份文件 是用程式的初步翻译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 这三份文件 一起来抵霸跟消化 那在资料列表上面 目前还是缺了韩国跟新加坡 如果你有对这两个国家熟悉的伙伴 可以帮我们一起撈撈 这两个国家的经验 跟资料入口 那现在一切都还在诚信 就是非常适合任何人 因为这个跟所有的人生活都有关 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一起来聊聊 那如果你是喜欢收集消化文本的话 也很欢迎 好 不会写code的不用担心 就其实像我一样也是不会写code的 那现在的大坑就是由台南新亚还有社创高峰会的伙伴 今天的现场坑主有我还有我旁边的Sandra 那现在截至目前的几个大力贡献的伙伴像是宇昌 还有很好博勋也在这边念名 就是谢谢他们之前的协助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静雯的分享 那么下一个专案请